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连接了我国的能源基地和东部沿海地区 更是北美南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最近硕黄铁路沿线车站能力提升改造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开始公开招标了 这也意味着这条铁路即将迎来一次全面的升级改造 本次升级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输能力 消除现有的运输瓶颈 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2023年 硕黄铁路已经实现了3.6亿吨的运输 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 但同时也反映了现有设施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煤炭需求的增加 硕黄铁路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 此次招标范围涉及了5个车站 包括正线和道发线改造 改建专用线 小半径曲线 从而提升车站接车速度 这些站点都是硕黄铁路上的关键节点 站点的改造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线路的运能示范 可以预见的是 这些车站的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后 硕黄铁路的运输能力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接下来通通要说的这个话题 可能会让很多老广都颇为感慨 那就是广州电车102路的拟计划停运 这条消息一出 就像是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 让广州分通不自觉地 回想起那些年与它共同度过的时光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始末 前段时间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一则消息 为了提升公交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他们计划对包括102路在内的 多条线路进行调整 其中102路将暂停运营 而其服务区域将由调整后的103路线覆盖 对于很多老广来说 102路不仅仅是一条公交线路 它承载着太多的回忆和情感 这条线路的前身是电车二路 开通于1961年 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它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 始终在农民下路和文化公园之间穿梭 而103路的前身则是电车三路 线路也经历过多次调整 如今它也即将迎来新的篇章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一条公交线路的变迁 可能很快就会被新的新闻所淹没 但通通相信 对于那些与102路有过交集的人来说 这段记忆永远不会褪闪 它就像是广州这座城市的一本书 虽然有些篇章可能会被合上 但书里的故事和情感 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不过从公交线网优化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调整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出行需求的变化 公交线路也需要女士俱进 才能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这种变迁背后有着深深的情感贸易 102路的体育 就像是告别了一位老朋友 他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回忆 也带走了一段历史 那么在这里 通通想问问大家 对于这样的调整和变迁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在通通个人的观点里 公交线路的调整是城市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种变化 但是我们也应该保留一些东西 比如对历史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将这些老线路的故事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珍惜 这份宝贵的公交历史遗产 当然通通对于大交通的历史记忆 也用着自己的方式 将它们定格与珍藏 比如说通通前段时间推出的蓝海豚卡 说到蓝海豚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生活在海底世界里可爱的生物 还是标准动车组 曾经的蓝海豚涂装呢 那么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通通这张蓝海豚卡的设计 就是以这可爱的小生理为灵感来源 设计师巧妙地将蓝海豚的形象 与标准动车组的蓝海豚涂装相结合 让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在卡片上相遇 形成一幅美丽而又和谐的画面 虽然这一抹蓝色深影早已变了模样 但在这方顺卡片上 我们将记忆永远地定格与珍藏了 想知道接下来通通又将定格 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吗 这里可以提前透露给大家一个小秘密 三月下旬 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悠久的蒸汽机车 它与南海豚卡的风格截然不同 但同样充满了魅力和故事 想象一下 当吭哧吭哧的蒸汽机车跃然在你的手上 你会感受到什么 是历史的厚重 还是未来的轻盈 还是铁轨上的轰鸣 这一期的答案都将在不久后揭响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动态 不要错过这场期待已久的相遇哦 说到这里 本期播客内容里地上跑的部分就说完了 让我们接着聊聊天上飞的 来看看2024年2月 中国内地航司机队的最新动态 首先让我们关注客机方面的变动 通客方面 中国南方航空在2月引进了一架A320neo 这是一款先进的单通道中程飞机 注册号为B-32GD 同时春秋航空也引进了一架同类型的飞机 注册号为B-32E3 这两架飞机的加入 将有助于提升两家航空公司 在中短途航线上的运力和服务质量 而厦门航空在2月共引进了两架A321neo 注册号分别为B-32G9 和B-32GA 这些新飞机将进一步加强 厦门航空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并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飞行体验 不应方面 海南航空在2月引进的客机数量最多 引进了三架B-737-8 注册号为B-224F B-224G和B-224J 这些飞机的加入 将进一步丰富海南航空的机队构成 并为海南的航线网末拓展提供有力支持 中国国际航空在2月引进了一架B-37-8 注册号为B-23X 这架飞机的到来将有助于国航在国内外市场的布局 和运力优化 此外中国南方航空还引进了一架B-737-8 注册号为B-20CS 山东航空、九元航空和东海航空 在2月也各自引进了一架B-737-8 分别用于拓展各自的航线网络和服务能力 这些飞机的注册号分别为B-224 B-224V和B-224A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货机方面的变动 中国邮政航空在2月引进了两架B-737-8 注册号为B-5161和B-5162 这两架货机的引进将增强中国邮政在快递货运领域的运力 特别是对于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市场来说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变更引进方面 西北国际货运航空在2月引进了一架B-737-200F 注册号为B-2862 这架飞机的付出将进一步巩固西北国际货运航空 在区域货运市场上的地位 恢复运营方面 桂林航空恢复了两架A320的运营 注册号为B-1032和B-1039 奥凯航空则恢复了一架B-737-900ER的利益 注册号为B-1739 天津航空在这个月也恢复了一架E190的运营 注册号为B-3151 总的来说 2024年2月机队的变化 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例 既有新飞机的引进 也有老旧机型的退出和恢复运营 这些变动不仅反映了航空市场的动态调整 也体现了各家航空公司对未来发展的战略布局 通通也将持续关注机队变化 每个月都为大家带来详细的内容分享 好了 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听通通的播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